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南京国防部 部长何英新 参谋总长顾祝同 召集作战厅等部门开会 商讨中原作战计划 此时 蒋介石仍在北平督站辽省会站 国民党方面对战役的称呼 并没有参加此次会议 国防部认为东北大势已去 又建于一个月前 华东也战军攻克济南 继续进攻徐州脚总辖区的可能性很大 应将兵力集中于徐州外围 同时放弃龙海体路沿线的城市 10月23日 国防部作战厅清掌郭炉辉 飞赴北平 将蒋介石做了汇报 10月29日 国防部在蒋介石缺席的情况下 再次召开作战会议 提出守将被守怀的主张 产生了两种方案 第一种事 除以一致两个军坚守徐州外 所有龙海路上的城市完全放弃 集中所有可以集中的兵力于徐州帮部之间 金普铁路两侧 做攻势防御 第二种事 退到淮河南岸平河川防御 国防部倾向于第一种意见 10月30日 蒋介石从北平飞回南京后 你 定了一个徐邦会战计划 内容与上述第二种方案类似 集中兵力于邦部附近 邦部位于白河中游南岸 11月3日 蒋介石派国防部作战厅副厅长徐朗轩 将徐邦会战计划 带到葫芦岛征求杜郁明的一届 正在葫芦岛组织东北残留国民党军海运南车的杜郁明 基本赞同这个会战计划 并对国防部倡导的 将兵力集中于金普铁两侧的方案吃之以鼻 11月5日上午 原本要去徐州做会战部署的蒋介石 临时委托顾驻同代劳 而顾总长传达的命令 仍按第一种意见 并于6日正式下发 国民党最高军事决策层的内部意见相左 蒋介石的态度并不坚决 徐邦会战的结局早早便注定了 更耐人寻味的是 上述两个并不统一的作战方案 在实际中都没能实施 1948年11月6日 也就是顾驻同下发徐邦会战计划的当天 华东野战军向国民党第七兵团黄柏涛任兵 团司令发动了突然袭击 对此 徐州脚总总司令刘氏惊慌失措 即令袁复则接应 掩护第七兵团西撤的第十三兵团向徐州收缩 坐视黄柏涛被华野阻击 合围在碾庄 中原地区的国民党第二兵团 第十六兵团 也向徐州靠拢 至此 国民党在徐邦间的会战部署 还未实施便彻底搁浅人了 而且陷入了 被合围 救援 再被合围的应急连环套 先是黄柏涛兵团被围后 邱清泉兵团国民党第二兵团 李民兵团国民党第十三兵团解救吴国 后来是黄维兵团国民党第十二兵团被围 杜玉明集团 邱 李两兵团 以及孙元良的国民党第十六兵团在解救途中被围 此后 蒋介石再也无力抽调新的元勋 至1949年1月10日 国民党中原地区的重兵集团灰飞烟灭 作者简介 赵刚 Andrew 国际教育知名观察员 北京城市广播特辟教育专家 英国格拉斯格大学MBA 或平网一号2018泰度风云网年度耕耘作者 腾讯教育2017年度最具价值字 媒体 搜狐2016年度留学类自媒体人 撰写出版留学的逻辑 到英国去等书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